大家好,今天已经是2023年的2月份了 虽然外边还是冰天雪地的,但是大棚里已经干的热火朝天了 温度也很高,大家干的热情也很大 我这个非常对不起大家 因为去年整个一年吧,就是非常的忙 所以视频拍的非常少 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拍一下 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都做的一些工作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上这两天我们就是干了很多工作 然后感觉很高兴啊,很开心 因为这个比特币这个加热系统啊,装上之后 大棚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所以我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个这个通了暖气之后 大棚里有哪些变化 那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大家知道这个通了暖气呢 那温度提升 那肯定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 那最直观的好处呢 就是温度提高之后 我们能够产更多的西红柿 能够这个种植剂更加延长 但是实际上这好处还不止这么简单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通了暖气之后 都有哪些变化和好处 那么第一个呢 当然最显而易见的 是这个,就是温度提高之后吧 我们能够全年种植西红柿了 原来呢就是能够大概种九到十个月 有两个月呢 因为温度太低 那西红柿就是无法安全越冬 虽然能种一些叶菜 但是我们一般不太想种叶菜 因为它这个产值很低嘛 然后那两个月呢可能就闲置了 同时呢虽然能种十个月 但是也有那么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温度太低 这个产量也太低 虽然西红柿能活 但是产量很低 现在加上暖气了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温度 我想要它多少度就多少度 所以西红柿首先能够全年越冬了 同时呢 在比如说十月底 十一月份啊 还有二月份呢 虽然室外温度也很低的情况下 但是我的西红柿呢 产量也就上来了 我们上一茶西红柿是种到了 今年二月份二月初 实际上这两天 我们刚把前一茶的苗给拔掉 这马上要种新一茶的苗了 去年这个西红柿呢 种得非常成功 这个不但安全越冬了 而且在冬季三九天 等下四十度情况下 出来的西红柿非常甜 这个糖度达到了百分之九 已经就是在水果之中能达到百分之九 都已经说是很甜了 何况是西红柿啊 所以这个给我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就是我们第一点 就是加热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加热之后吧 整个大棚里的湿度下降了 在过去的话 夏天湿度是很低的 但是冬天在温度下降的情况下 大家知道 这个相对湿度啊 和温度之间是一个反比关系 温度越低 湿度越高 在过去冬天的时候 虽然棚里温度 还能有个湿度八度 但是呢湿度已经升到了百分之八九十 甚至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棚有时候滴水啊 或者是这个植物的叶子上 它会有刮水 刮露水 这样的话时间一长就容易生病 虽然你是能种成 但是产量低 那么今年呢 通上短期之后 我们保证它夜晚 一个比较理想的温度 整个大棚里的湿度很低 这个也回答了之前 网友提出一些疑问啊 就是你在大棚里放一个比特币系统 会不会因为湿度太大 然后减少它的效率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湿度呢 在白天只有百分之二十 在夜晚的时候 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 是一个非常适合 植物生长的一个湿度 同时也不会对机器造成影响 所以这样的话呢 湿度这么理想 这个一个是 让蔬菜呢保证它的健康生长 不会被一些真菌呢细菌呢去侵害 也不会招向牙虫这样的虫子啊 这种都是在湿度大的时候才会 就是它们会大量繁殖 然后你控制它就很难 但是加热了之后呢 湿度一下降都没有这些问题了 所以呢 这也是 让我非常高兴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加上热的第三个好处呢 就我们身后的苗啊 我今年育的苗呢是 过去几年当中五年吧 育的最好的一批苗 过去呢由于太冷 我一般育苗都是在圣诞节前后 就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下旬啊 那时候正冷 而且这个到一月份的时候 经常就是零下三十多度 零下四十度啊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 你热功不上啊 我们是也是给这个苗呢 会加低热线呢 加暖气什么的 但是那个 因为面积比较小啊 然后设备不够专业 所以就很难给它保证 一个特别理想的温度 就导致一个是它出苗不齐 另外这个苗不健康 所以过去几年呢 就是因为育苗育不好啊 交了很多的学费 因为今年头一回 把这个苗育的是 育匆匆的 是最好的 过几天我们就种上了 所以加上热之后呢 对我们育苗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那苗期呢 是整个一个蔬菜 它的生长周期里面 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因为它是一个大基础的阶段 如果苗不好最后 这个整个秧子长不好 蝉量很低啊 所以这给我们又解决了一大难题啊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加上热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不靠天吃饭了 因为不管外面是冷与热啊 我们这个大棚呢 都可以调节啊 外面太冷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温 外面热的时候 我可以开天窗 拉正阳网 然后给它降温 所以 减少了靠天吃饭 这个农业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 现在 这个现代社会吧 各行各业都非常内卷 农业啊 发展了几千年 是一个高度竞争 高度内卷那个行业啊 如果你没有点真本事 还真的很难挣钱 亏钱是大概率 挣钱很难 所以呢 还是要讲究科学 不能只根据经验来 尤其这个经验吧 是不同的 就是跟地域有关系 那你在中国 比如说你在山东的经验 你用到东北去 就不合适 那可能就亏钱了 你东北的经验 用到加拿大来 又不合适 所以呢 必须要讲究科学 那么讲究科学种植呢 最重要的就是数据 数据呢 实际上是你是可以控制的 那我们想给这个大棚 什么样的温度 它能长得最好 过去呢 是没有这个控制条件的 因为只能靠天吃饭 外面暖和了 你这棚里就温度高了 外面冷了 棚里自然温度也比较低了 今年呢 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控制它的温度 控温对西红柿 但是对所有的蔬菜来讲 就是第一重要的因素 这个 我交了很多的学费 就在空温这块 比如说 有的时候呢 这个蔬菜 你看它长得特别好 长是特别的旺 但结果你不知道 实际上它土长了 最后满心期待 想要高产 想要丰收 最后发现 虽然它长得很旺 最后不结果 一下就让你非常的失望 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 人力成本 最后呢 不结果 一下给你整一个措手不及 非常被动 所以今年呢 我们有了这个暖气之后 就可以精准控制温度了 比如说白天我要给它多少度 晚上多少度 前半夜多少度 后半夜多少度 这都非常的关键啊 你想要让这个苗长得又快又好 然后最后产量又高 一定要精准控制这些数据啊 那最后一点呢 是我们正在铺这个地暖管 因为我们是一个水暖系统啊 所以就像家里边铺地暖一样 给整个大棚我们都要铺上地暖 嗯 我们种西红柿呢 都是起笼来种 那么每一笼下面 我们都要买地暖管 这个地暖管 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因为这个植物的根系啊 就像人的胃一样 它是洗热的 洗洗温的 有的时候这个蔬菜的产量比较低 往往是因为根系不发达 那么根系不发达 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地温比较低 你比较凉 这根系就不长 不长的话 它就吸水吸肥的能力比较差 所以它就长得不好 然后接着果也不好吃 那我们加上热之后呢 这个根系一直给它热乎 所以它会长得非常庞大 非常发达 吸水吸肥的能力极强 这个是一大好处 另外一点呢 这个根系吧 它比较怕歐根 我们这个育苗的时候 我原来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最关键的呢 是浇水的时候呢 是要保证 健干健湿浇水 你就是不能说 一直让它湿的 因为根系需要呼吸 那我们的这个土呢 是黑土 黑土是很肥沃的 但是呢 它比较粘 它保水能力太强 浇了水之后不容易干 那我们加热之后呢 这个土就很容易就干掉 所以浇完水 加热干了 然后再浇水再干 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循环 保证这个根系能有足够的孔系 在土里面可以呼吸 这样的根系也是非常的强壮 那再有一个呢 加上地暖呢 我们实际上白天晚上 都是给这个 这个土壤进行循环加热的 那这个土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挤热的这么一个一个 材料是吧 就像我们的土枪一样啊 土壤也是能够挤热的 那 嗯 白天把这个 土壤温度给它提的很高 那晚上呢 它释放的热量会比较慢 跟空气相比啊 它释放的很慢 所以不太容易一下就 温度就跑掉了 这也是能够提高 整个大棚温度的一个非常好的措施 啊 所以这个加上暖气之后吧 嗯 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好处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非常的高兴啊 嗯 确实给整个这个大棚 整个我们的这个生意 都带来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呢 还不是说技术层面的啊 实际上是呃 经济层面就是加热好处很多 但是你能不能加得起这个热啊 你这个模式能不能有利润能不能挣钱 这是最关键的啊 对于一个生意来讲 那么我们的大棚和老外大棚比的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暖性特别好啊 极热性特别好 所以我们才敢用这套系统啊 呃 我也非常感谢TSE 就是比特币公司 他们这个团队 因为他们非常的敬业 呃 整整个这套系统吧 现在已经运行了两个多月了 一直在调试啊 因为我们都没有做水暖的经验啊 这两天呢 呃 经过这个改造 把这个成本能够大大降低 之前我们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大家 呃 投入比较大 主要是想把这第一个项目 给他做的就是非常成功啊 呃 成功是成功了 但是成本比较高 呃 经过这些 这些月份的这个不断的摸索 改造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证明 就是他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矿机系统呢 很小的一套矿机啊 就可以加入我们两个大棚 再加上我们将来要 呃 运过来的一套天然气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的热量也可以采集出来 那发电机的热量比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系统的热量 还稍微多一些 这样又可以加了两个两个大棚 这样的话就是同一套设备可以加热四套大棚 四个大棚 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个成本呢 天然气的成本呢 比现在能高一点点啊 但是呃 加热的棚数呢 变成四倍了 这一下的成本就大降了 所以整个这个模式呢 呃 应该是会非常非常成功的啊 这个 所以我这两天比较激动啊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同时也给大家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在问 那夏天怎么办 你这套系统夏天能不能闲置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不闲置 也有解决办法 我们农场呢是有水塘的啊 而且我们想将来再扩大规模之后啊 这个棚越来越多之后啊 想在这个离大棚比较近的地方 再挖一个比较大的水塘 那么夏天的时候呢 就循环那水塘里的水 给这个机器降温啊 当然也是给这水水塘来升温啊 一个是这个升温之后的水呢 可以用来灌溉这个 这个布刺激根系啊 因为我们的地温都挺高 突然来一股冷水 就把这个根给刺激一下 这个其实是不理想的啊 一个是我们加热这个灌溉水之后 对根系非常好 另外一个呢 这个水也可以拿来去给冷棚进行加热 因为我们这个棚比较多啊 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还是挺凉的 尤其是四月到十月吧 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夜晚的温度能升到十度以上 其他时间都是夜晚才零上几度啊 特别需要加热 所以把一个大的水池给加热之后呢 整个这套循环系统能够把整个农场的 旁全给加热起来 这个效率就会很高了 所以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把这个热源给利用起来 所以这方面我们也不担心 那当然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证明这个模式非常成功 非常有效 下一步呢 就是怎么继续给它发展壮大 我们现在有两个双藏暖棚 有六个棉棚了 后边呢 希望继续能够建双藏暖棚 把我这个农场全部建满 然后把规模扩大上去 把整个这套加热系统呢 充分地利用起来 下一步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怎么去铺这个地暖管 怎么呢 铺地暖管的 地暖管呢 也比较痛苦的过程 首先我们需要开钩 开钩呢 因为这个机器还比较好 后边开完钩呢 需要人工去产品 现在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开钩的 这是一个国内的开钩机 用起来非常方便 非常好 机器开完钩之后 很多机器不能跑到的地方 还有用人工去拆一下 可以拿一个铁条过来拆一下 这个产土是一个非常费力的活儿 这是最考验信仰的时候啊 如果就是大家喜欢这个工作呢 就是种菜这些工作呢 也不会觉得太累太辛苦 因为觉得值得 但是不喜欢这个的呢 可能一敲都不愿意缠 确实太辛苦 实际上我们将来种菜就是种到这个沟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种菜的时候呢 是要给它起笼 起高的 现在挖一个沟呢 是想要铺地暖 铺好地暖之后 把两边的土给埋过来 然后在这两边高的地方再开钩 把这个两边的土呢 往中间堆 把这条沟变成一个 变成一条高楼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动土的活儿要干 好在这个铺地暖管 就是可能这一辈子就铺这一回 在这边 在这边 有没有手探吗 不断 只要有手探吗 你是怎么在铺地上 没有手探吗 没有手探吗 我们俩要脱一下 很滑 可以 我用病毒去保護我的心臟 我會怕我會怕死 我會怕死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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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暖一截就铺完了 再跟主管一接 这块就能热了 后面呢 原来挖钩的地方 要给它堆高 起一个笼 中菜就种在上面 然后这个根底下就是热乎的 我们这个地暖已经都结好了 然后把笼给起好了 所以在每根笼底下都有这个热水管 起这个笼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整个一个大棚的西红柿苗都种好了 已经种了有几天了 这几天这些苗明显的长大了 不过刚刚栽完苗呢 就北极寒流就来了 所以这几天都是夜晚的零下30度左右 白天零下25度 大棚外面的雪已经堆到一人高了 但是这些苗还能长得不错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加热系统的功劳 在过去没有加热的时候 在二月份我们是不敢种这些苗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地温 因为做了这个地暖加热 我这个温度计能够测到15公分深的位置 现在是19.2度 然后把它拔出来 看一下地表的温度 地表的温度的话是 就比深处要温度低一些 再降 地表温度 大概在17度左右 这个深处呢是19度 浅部呢17度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温度了 这样的话非常有利于缓苗 这也是为什么 这几天特别冷 但是这个苗呢 长得也挺快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4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对这个加热系统进行改造 我希望把所有的冷棚也都通上暖气 到时候效果会怎么样 我还会拍视频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